中共反腐電視專題片《零容忍》第一集 不負14億15日晚8時05分在央視播出 已落馬一年的公安部原副部長孫力軍的政治團火 諸多細節曝光 孫力軍小圈子裡的成員有 龔道安曾任公安部技術偵測7局局長 上海市副市長 市公安局局長 鄧恢林曾任中共政法委辦公室主任 重慶市副市長 市公安局局長 黃立科曾任遼寧省公安廳副廳長 大連市公安局局長 江蘇省副省長 省公安廳長 江蘇省委常委 政法委書記 劉新文曾任公安部網絡安全保衛局局長 山西省副省長 省公安廳廳長 加上孫力軍本人認證蒸發五虎 專題片透露 劉新文私下向孫力軍 違規提供大量重要網絡輿論情況 公道安亦同樣 向孫力軍違規提供大量消息 回報案件辦理情況 他們違規提供給孫力軍的資料 絕大部分是孫力軍無權知道的 專題片說 2018年孫力軍坐上了公安部副部長位置 他自設是公安部最年輕的黨委委員副部長 有其他人不具備的政治潛力和優勢 野心更膨脹 大攪腐敗 圖謀更高的領導崗位 他為自己制定了一個15年規劃 爭取要五年上一個台階 並在商人朋友之間吹噓 他一邊享受著吹捧一邊下定決心轉型 還經常向小圈子裡的成員進行封官許願 專題片還提到 目前孫力軍政治團火案的調查還在進行中 中央已經決定對司法部員部長傅政華等人立案審查調查 2021年10月1日 公安部召開有關孫力軍案的會議時 曾經點名提到傅政華 10月2日傅政華落馬 習近平在去年1月的中紀委全會上 就說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 威脅黨和國家政治安全 反覆要聚焦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案件 要嚴肅查處對黨的不忠誠 讓奉陰違的兩面人 中紀委國家監委案件審理師父主任 孫東升在專題片上 孫力軍案是一個典型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案件 據專題片 孫力軍幫助公道安被提升擔任公安部 記憲局副局長 局長 上海市公安局局長 上海市副市長 幫助劉新聞 調任公安部網絡安全局局長 幫助鄧恢林 先後提升擔任中央政法委辦公室主任 重慶市公安局局長 重慶市副市長 幫助黃立科 去江西做副省長 公安廳長 後來又做了江蘇省委常委 政法委書記 孫力軍之上的靠山 引人注意 2022年第一日 中共黨後司罕密求士 就發表習近平一篇講話 說要嚴查黨內政治團火 不少觀察人士認為 孫力軍 龔道安 鄧恢林等人 他們都有共同的舊主子 就是前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 孟建柱歷內被視為江派重要大員 《大紀元專欄》作家黃黑讚文認為 孫力軍之所以能成為公安部 當時最年輕的副部長級官員 有他的鮮明上海幫背景 由他的上理過程看 一股強大的力量 推著他前進 而且有明確的規劃 習近平捉拿孫力軍 就是一舉粉碎了上海幫的人士報局 中共二十大 習近平想完全掌控政局 而反習派也不會在以待斃 中共的內鬥只會加劇